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AR课堂 让你偶尔会对着你所爱的或者非常爱你的人发起脾气 莫名的对他们生气呢 如果有的话,大家切记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试着学会微笑哦 因为啊,todo lo que descuidas acabará por desaparecer de du lado 一切你所不够关心的事物都会以从你身边消失而告终哦 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那叫 大家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领悟呀 小A老师已经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树立起好的心态了 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哦 记住收敛起你自己的脾气吧 不要伤害到爱你的人哦 很有感触对不对 赶紧来再读一遍吧 让我们的感触更深刻一点吧 todo lo que descuidas acabará por desaparecer de du lado 要放心地哦 一切你不够关心的事物都会以从你身边的消失而告终哦 可千万不能等到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哦 千万千万要懂得珍惜啊 嗯,就像小A老师我吧 我可是很珍惜大家的呢 珍惜大家热爱西语学习的热情 所以呢我也就不废话赶紧真实上课啦 那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将第九大课的第一单元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那今天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看看这一单元当中 最近有哪一些还值得小A老师反复反复再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内容吧 在这一课当中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一个崭新的时态 它叫做陈述式的过去未完成时 305升305升 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的变位形式了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可以说是大家学习到目前为止变位时态最为规则的人了 因为它从前往后从古至今只有三个不规则变位 是不是非常容易记呢 它们分别是ser il 以及ber 至于它们的变位形式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相信聪明的你们应该已经记住了吧 什么什么什么 还没有啊 还没有还不赶紧去背 好 那除去那些特别不规则的之外呢 善于其他的人都是完全规则的变位 总共有两种形式 以r结尾的是一种情况 而以r和il结尾的呢 又是另一种变位形式 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得 在这里小艾老师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接着往下说哈 那么接着呢 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的用法 因为呢 在学习这一个时态以前啊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个过去的时态 叫做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既然有像的地方呢 就难免会被拿来做比较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两个时态最主要的区别呢 在于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是用来表达对过去啊 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 地点以及情况的一些描写 而简单过去时呢 就更为直白地去表达一些 这个动作当中啊 发生的这个过程 先干了什么 再干了什么 这样连贯性的动作 说的再直白一点呢 其实过去未完成时呢 通常是一条线 而简单过去时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点 大家都应该记得 除此之外呢 我们简单过去时呢 通常用来表达过去发生一次的 或者说过去发生结束的 这种很明显的动作 而我们的过去未完成时呢 则更多地去表达过去一贯的动作 或者过去习惯性的动作 或者过去经常的动作 大家记得吗 我们经常会搭配那一些 表示较高频率的引导词 什么一直啦 总是啦 这一些词 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那这部小爱老师 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过去未完成时当中 经常搭配的几个经典句式啦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表达 在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叫做 是固定的搭配哦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你所需要的人称 把那个 进行相应的人称变位 那小爱老师这边呢 说的是当我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大家能看出来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当我小时候的表达 当我小时候 我们叫做 然后 对不对 用用到了这个特殊不规则 陈述是过未完的特殊不规则 动词 的变位 当我是小时候 quando era niño或者 niña 或者quando era beginio或者 beginia 都是完全正确的 那在这里呢 同样的道理 大家也可以根据你想要的人称 把这个era进行变化 比如说什么 当你小时候 就是eras 对不对 都是比较灵活的啊 在这里小爱老师就不赘述了 那除去这一种用 quando引导 加动词变位的情况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 用前置词短语 来表达 跟我们现在的意思 差不多的 也可以表达 在多少岁的时候 以及在小时候 记得吧 一个叫做 还有一个呢 直接叫做 大家记得吗 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也要放一起记 这三个句式 都是前置词短语 来表达一个时间段的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那最后的最后呢 小爱老师还要强调一下的 就是我们在上节课当中 提过一笔的 不够强调的不够深 所以呢 在这里小爱老师 要再啰嗦一遍 就是有关于这一个引导词 叫做andes andes 它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以前 以前 当andes这个单词一出啊 我们通常后面都会连接 陈述时 过去未完成时 因为它的中文意思 解释为以前嘛 当你后面要说的事情 肯定不是以前的某一个点 而是以前一直的一个状态啊 比如说 以前我不喜欢吃蔬菜啊 当然现在我也不喜欢吃 嘿嘿 这个以前我不喜欢跑步啊 以前我不喜欢干嘛 以前我不看书 以前我不怎么怎么 那么这一个情况下的 以前后面连接的动词呢 通常我们都会以 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 来搭配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而通常用完这个andes之后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aora的 直白的中文意思 解释为现在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直接用陈述时的 现在时来连接 相信应该都难不倒你了吧 那这几道小练习 有何足挂齿呢 赶紧去完成给我看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嗯 好啦 那在完成了小练习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信心满满的 大步迈向前了 对不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Lection 9的 Anbidos第二单元了 我们这一课的标题呢 叫做Dodo Gambia Dodo Gambia 一切都在改变当中 嗯 只有对西班牙语的学习 热情永不变 See 啊 这个不是喊口号呢 这可是我的心里话 希望大家也一样哦 转眼我们已经走入 第九课的第二单元了 感觉A2的课程 也即将接近尾声了 有没有 大家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呢 一下子A2也学完了 你掌握的怎么样呢 别着急啊 之后我一定会来考察一下大家的 好啦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那今天呢 这第一个学习任务呢 是有关于一封信件的啊 这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啊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好好学习哦 因为这也算是生活当中 以后大家可能会经常需要用到的 如果你结交了一个外国的语伴 说不定这样的信件就很重要了呢 我们来看看 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这个信啊 他的称呼是这么喊的 他说他 estimado Juan 对不对 estimado Juan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啊 这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在写信的时候的一个抬头 对不对 那这里呢 estimado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今天呢 小艾老师说啊 这个单词如果说出现在朋友之间的信函呢 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准确 它其实呢 更适合出现在一些比较官方的 或者商务之间的信函 当然啦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朋友很久没见的那种情况呢 我们也会用它 为什么 因为estimado estimada这个词啊 表达中文意思是尊敬的某某某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有一点点生疏 对不对 那种感觉啊 那如果是很久没见的朋友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同时大家听到小艾老师说了 estimado estimada 这样阴阳性的变化 注意你的朋友是阴还是阳 哦是男还是女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了 他说 oy después de 15 años 看吧 我说的准不准确 他说了今天在15年之后 哇塞 这是很久了吧 今天在15年以后 me decido por fin a escribirte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在这里啊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句式 首先呢是 de cidirse 加 a 加动词原型 de cidirse 加 a 加动词原型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是下定决心做某事 在时隔15年之后 我终于是下定决心 要给你写信了 这边还有一个词叫做por fin 大家认识一下 por fin 解释为终于啊 这个词呢 通常在讲故事的时候啊 或者你叙述一件事情的最后 我们可以用它 来表示一个事件 就是最后终于做成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这个语意上面的提升 终于我决定了 要给你下定决心 要给你写信 对不对 其实呢 大家会发觉写信给你 我们并没有出现 garta 信这个单词 而是直接出现写给你 escribirte 其实就是写信给你的意思啊 连起来这第一句就是 还尊敬的Huan 其实就是亲爱的Huan 怎么样呢 今天 在时隔15年之后 我终于下定决心 给你写信了 哇塞 我们看看 都发生了些什么 他说 Estaba en casa 看看你心理理解的概念 有没有正确呢 Estaba en casa 我正在家里面 那个时候我在家里面 Ordenando 这是副动词 我们有讲过正在做某事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正在家里面 正在干嘛呢 整理 动词圆形叫做 Ordenar Ordenar 整理 那我正那时候 我正在家里干嘛呢 整理我的书籍 以及我的东西 Mis cosas 然后呢 这个时候 Y entre los papeles 在那一些纸张当中 对不对 Papeles就是为纸张 那这里的纸张呢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纸张 OK 什么证件啊 什么各类文件 我们都可以叫Papeles 在那些纸张当中呢 Appareció 出现了 Una foto 出现了一张照片 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个句子啊 这前面呢 用到了一个词叫做Estaba 这是一个过去未完成时 就是当我在家里的时候 这是不是它整个事件 发生的一个背景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过去未完成时 然后呢 出现了一张照片 大家想出现 是不是一瞬间一个点 对不对 所以出现这个单词 我们运用了 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大家要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点啊 那小爱老师要讲 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和过去未完成时的使用呢 的确是有条条框框的这个规则 来帮助大家去使用的 但是其实它的重点 还是在于大家要多看 多读这种相关的文章 找到这种正确的语感 大家今后在做题目的时候 就完全不会考虑这些规则 而是你会觉得 这话读到这里 就应该用简过 就应该用过未完 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在这一大堆的这个文件 这个纸质当中呢 出现了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的照片呢 这是一张 当我们在 那是过去一直在吧 在哪里呢 当我们在大学时候的照片 哇 这是追忆有没有 在理东西的时候 出现了一张老照片 这张老照片 是我们一起在大学的时候的照片 明白 好 接着往下咯 这是一句感叹句哦 给我念一下 那这个感叹句呢 大家跟小艾老师 一起来理解一下 其实小艾老师说 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有的疑问句 如果把前后两个问号换掉 变成感叹号 那就是感叹句了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这句句子 如果我们把前后两个 感叹号换走 换成问号的话 这句话就变成了 哇 这个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呢 那现在是感叹句 就是时间怎么就过去了呢 这中文意思就是 时间飞逝的意思啊 MASTA就是为度过 对不对 过去 GOMO就是为如何 就时间是怎么就过去了呀 行 接着往下 I GUANDO HEMOS CAMBIADO I GUANDO HEMOS CAMBIADO 大家看一下这一句句子 其实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 也一样改成问号的话 就是问句了 GUANDO用来表示数量 问的是多少 HEMOS CAMBIADO 就是为我们已经变了 那连起来就是 哇 我们都变了多少呀 意思是说 我们的变化之大 能理解吗 我们都改变了多少呀 我们的变化都很大 YO POR LO MENOS 那因为他15年没有见他的朋友嘛 他就在那想说 我们肯定都已经改变了很多 然后呢 他又觉得可能他不了解他的朋友 他不忍确定 他就说了 YO 我至少是这样的 BOR LO MENOS 至少是的 BOR LO MENOS 就是为至少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 那整个句子到这里为止 我们来连贯的理解一下 他说了 这个尊敬的幻 今天在时隔15年之后 我终于下定决心 要给你写信了 那个时候呢 我正在家里 整理我的书本 整理我的东西 而在那些众多的纸张当中呢 出现了一张 我们在大学时期的照片 时间是如此的飞逝呀 我们也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至少我是这样的 接着往下看了 Ahora soy serio y responsable Ahora soy serio y responsable 大家应该记得 小艾老师在这一课复习的时候 还有提过 对不对 我们说antes这个词一出呢 一般跟着陈述式过位完 而Ahora这个词一出呢 一般都连接陈述式现在式 OK 他说了 是的 那他说 那他现在就说了 现在呢 我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他用了两个形容词 来描写一下自己 serio和 responsable serio就是为严肃的 对不对 严肃的严谨的都可以啊 然后还怎么样呢 responsable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男孩子 非常重要的一个担当 对不对 有责任感的 我现在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严谨的 然后有责任感的人 接着 he dejado de fumar y de beber he dejado de fumar y de beber 大家认识一下 现在完成时 还是用来强调离现在很近的 刚刚做完的事情啊 我已经干嘛了呢 dejarte 加动词原型 dejarte 加动词原型 就是为停止做某事 我已经停止了 fumar y beber 嗯 小艾老师也觉得这两件事情 是应该适可而止 才好哦 我现在已经停止了抽烟 停止了酗酒 OK beber的值把的意思呢 是喝对不对 是喝各种饮料 喝水 我们都是用这个beber 但是如果我们单独使用的话呢 这里的beber就是指酗酒啊 就喝酒喝的比较多 fumar呢 解释为抽烟 我现在已经戒烟戒酒 这样的意思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hago de borte todos los días y cuido mi alimentación la salud es lo primero wow 这个人的整个生活变得很健康 有没有他怎么样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戒烟戒酒之外 他还说了 hago de borte todos los días sing hago de borte 固定短语哦 解释为做运动 嗯 那用到了成数是现在时 表示这件事情 他现在还在做 但前面那个戒烟戒酒 用到的是现在完成时 声明对于现在来说 已经戒掉了 大家能理解 那现在他就说了 我现在每一天都做运动 hacer de borte 固定短语 并且我还干嘛 guido mi alimentación 人就是现在时 表示现在也在做 我非常关心和照顾我的什么东西呢 alimentación 解释为饮食 那当然这个饮食是比较大的 各类饮食结构啊 饮食体系 我们都叫alimentación 比较大 这个词比较专业一点 然后呢 他括号里面还补充了一句说 la salud es lo primero 这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经常还说的话 什么健康是首位的 对不对 la salud就是所谓健康 es lo primero 是最排名最先的 对不对 primero 是第一的啊 就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同时呢 小爱老师再扩展一下 salul很好用哦 一般呢 在我们跟别人告别的时候 最后我们可以跟人家说一句 salul adios salul 就是拜拜 祝你保重 这样的意思啊 除此之外呢 当然如果有人 atio一下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他说salul 就是保重的意思 但是呢 salul本是比较大 除去我们刚刚说的 这几个用法之外 salul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一群人 围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有可能会说出salul 那是什么意思呢 没错 就是干杯的意思啊 当我们要说干杯 我们也说salul 这样子的词 是不是很好用呢 大家可以把它留意一下咯 好 那接着往下说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写信给他的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写信给他的是谁 对不对 只知道这封信 是写给焕的 写信给他这个人 就继续跟Huan介绍了 说 todas mis energías las concentro en mi trabajo y en mi familia 好 那他说了 todas mis energías 所有的 我的 什么东西呢 energías 就是为能量 是能量 那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阴性复述的名词 所以我们前面使用了 todas 这个阴性复述的形式 我的所有能量呢 las concentro 大家认识一下 中词原型叫做 concentrar 就是为集中 OK 集中 las呢 就是重新再复制一下前面的这个能量的单词 因为他跑到了我们这个动词的前面去 为了帮助我们搞清楚 它其实是个冰语 所以我们就会把las加在这个动词前面 来帮助我们提醒一下这个 todas mis energías 其实是一个冰语的成分啊 我集中在哪里呢 我把这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我的工作和我的家庭上面 嗯 这样很好啊 对不对 很好 接着往下看 he dejado de luchar por utopillas i para salvar el mundo 那这个人就接着往下说了 这一小段话呢 小艾老师说 可能是对我们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难理解的 因为当中呢 出现了一些较为陌生的 然后呢 又离我们生活可能比较远的词 别着急 听我解释 他说 dejado de 这个我们已经前面见过了 对吧 借烟借酒的地方已经有了 那他也借了什么事情呢 luchar por 就是为因什么什么而斗争 因什么什么而抗争啊 luchar 就是什么斗争啊 抗争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词 因为什么而斗争呢 utobillas 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词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他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叫做乌托邦 OK 乌托邦 乌托邦其实直白的意思就是空想啊 这个词 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哲学的这个理念 在里面 乌托邦就是空想 就是随便想一想的空想啊 i para salvar el mundo 以及什么 为了sarvar 就是为拯救 el mundo 世界 那连起来就整个句子的意思说 我已经放弃为那些空想和拯救世界而去斗争了 也就是说 以前可能年少轻狂的时候说 我要做一个英雄之类之类的啊 这种想法了 嗯 好加油 这个单词也很专业 再念一次 那么来说 你已经看到了 就是看见 对不对 这个短语呢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自己写文章啊 包括口语表达的时候 是一个成上旗下的 能够帮助你的这个西班牙语说出来感觉特别地道的 特别有word的这个词啊 就是yabe es 你已经看到了啊 你可以意识到 你可以察觉到 其实就 就相当于一个成上旗下 又表示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的 你看到了 me he vuelto maderia lista 嗯 这边有一个重点下 老师要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 me he vuelto 这三个人呢 这三个人呢 来自于一个动词原型 叫做 borverse borverse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是变成什么什么 我们知道borverse 光borverse 解释为回来 或者返回 回家 我们都是用这个词borverse 但是如果我们用borverse 就要注意了 它解释为变成什么什么东西 而它现在呢 又使用了一个陈述式的 现在完成式 用来表示 我已经变成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做 materialista materialista 那我们先拆解一下 我们有一个单词呢 叫做material material 解释为物质 材质 这个单词 而我们的materialista呢 就解释为物质主义者 就是追求物质的人 物质主义者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当然啦 这个materialista 这个单词呢 相对来说 还是较为专业一些了 那大家仅限于 认识它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单词 大家只要认识material 你们以后 如果真的看到这个单词 也可以自己歪歪出来 对不对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 主要是建立在 理解这个含义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自动脑补 当你不认识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的脑海当中 可以补充一些意思出来 那这样就成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要结束了 加油加油 这一句话有点长 我们一点点看 先看到这里 再看那个括号里面的内容 它说 这前半句是很好理解的 出现了一个动词 叫做 interesar 就是为 使某人感兴趣 重点在于 小艾老师刚刚说的中文 叫 使某人感兴趣 现在什么东西 已经不使我感兴趣了 也就是 政治 现在已经不使我感兴趣了 用一个陈述识 现在是 表达它现在的状况 对不对 现在我的政治 已经提不起兴趣了 我也不 用来表示否定 也不干嘛了呢 来自于东西原型 perder 直达的中文意思是 丢失错过 那在这里呢 我也不会丢失时间 丢失在时间去干嘛呢 bensando 东西原型叫做 bensar 去考虑 就我也不会再浪费时间 去考虑怎么样 如何我们能够完善那些东西 那这整个句子怎么去 这个翻译的好一点呢 就是 我现在也不会再去浪费时间 去考虑应该如何去改善 各类事物 ok cosas 除了可以解释为东西之外 还可以解释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不对 事物 ok 加油 我们接着往下了 me he dado cuenta de que no debende de nosotros me he dado cuenta de que no debende de nosotros 这个句子看似比较专业 但其实呢 生词不多的啊 我们来认识一下 me he dado cuenta 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叫 darse cuenta 就是为注意到意识到 有没有学过 darse cuenta 注意到意识到 唯一的问题呢 是在这里 它变成了一个陈述式 现在完成式 所以是me he dado cuenta 加te 加你意识到注意到的事情 我已经注意到 已经意识到什么事了 no debende de nosotros de ven de de 认识一下 取决于什么什么 取决于什么什么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 人家问 今天你想去吃日本菜呢 还是法国菜 我说看情况吧 我就可以直接说 de ven de 就是这个词 那他就说了 我现在已经不会去考虑 如何做 才能去完善 各种事物了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 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取决于我们 这个事情 应该不取决于我们 加油哦 最后几句 成 embargo 成 embargo 成 embargo 对不对 dola via me gusta la música y por eso 那么所以呢 sigo componendo de vez en cuando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需要额外注意的 我们以前就学过 副动词的用法 最常用的一个用法呢 就是由estar连接副动词 解释为正在做某事 那在这里呢 大家就见到第二个用法 就是由我们这个 sigo componendo 而引申出来的 倒着推一推 它的动词原型 就是seguir 没错 就是大家熟悉的seguir 继续做某事 seguir继续做某事 要连接副动词哦 这是固定的动词 短语的搭配形式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我现在呢 人就是喜欢音乐的 并且所以 我人就继续 componer 这是个专有词汇 就是为作曲 作曲 componer 我现在人就在继续作曲 那频率是怎么样的呢 de vez en cuando de vez en cuando 就是为时不时的 我还会做个词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它人就是表示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用陈述式 现在是sigo登场了 明白 加油 最后两小段了 Marta y yo seguimos juntos aunque todavía no nos hemos casado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说到了一个新的人 叫做 Marta 所以 Marta和我 seguimos juntos 我们人就继续在一起 对不对 juntos 一起 我们两个人人就在一起 anque todavía no nos hemos casado anque提到一个转折 叫做虽然 我们讲过这个人 其实这个句子应该是 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 但是 Marta和我 我们人就继续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文当中是 虽然 但是这样连着的 西班牙语当中是 一定一定一定不可以 对不对 我们强调过 所以这边就只有 anque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会做某事 记得吧 我们用陈述式的 现在完成式 no nos hemos casado 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 但 Marta和我 我们人就继续在一起 那这个没有结婚 他在这个括号里 也补充说明了一下 他说 en esto en esto no hemos cambiado mucho 在这个问题上面 no nos hemos cambiado mucho 我们还没有改变很多 为什么没有改变很多 他说 因为我们人就继续 是什么状态呢 sin creer 没有去相信 creer加en加名词 相信某个东西 我们没有相信什么 婚姻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连起来的句子就是 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都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在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我们还就一样 人就是一样的 我们还不相信婚姻 所以小艾老师说 我不反对了 但是我也不苦力 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 好 接着往下 这个好像只有 在中国这个问题 肯定是不能处置了 他们就没有结婚 但是他们怎么样 有两个孩子 怎么样的孩子呢 estubentos 就是非常棒的 estubentos就是 很柔的 棒的孩子 对孩子很満宁 por lo que ya no tengo tiempo para nada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por lo que 其实和我们前面的 那个por eso 是一句同工的 都是用来乘上旗下 表示一个因果关系的 因词 那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翻成 所以 我已经没有时间 为了任何别的东西 那连起来就是 我没有任何时间 去干别的事了 我没有时间 去干别的任何东西了 明白 好 最后一段总结的话了 ya ves me he vuelto mediocre y convencional pero soy mas feliz que antes y estoy muy satisfecho con lo que tengo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最后一句 进行总结的话 这个朋友对 Huan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你已经看到了 ya ves ok me he vuelto 又是我们见到的 这个词 动词圈形叫做 por verse 此时此刻出现了一个 现在完成式的形式 我已经变成了 对不对 我已经变成了怎么样呢 mediocre y convencional 这两个单词呢 大家可以放在一起记 convencional和mediocre mediocre呢 解释为平庸的 那convencional呢 解释为普通的 就是平常人 那连起来的意思呢 他就说 你看到了 我现在变得很普通 又很平庸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对不对 他前面也说了 自己变得很物质啊 等等的情况 就像个普通人一样 他说 但是呢 soy mas feliz que antes 这个句是我们学过的 mas que 比起什么什么 更怎么怎么样 那他现在是跟什么 做比较 que antes 对不对 以前 那连起来就是 但是我比起以前 我更幸福了 si estoy muy satisfecho con lo que tengo 这个短语 大家也可以记下来 叫做 estar satisfecho satisfecha com 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对什么什么东西 是满意的 si 那现在呢 我是很满意的 对什么东西满意呢 con lo que tengo si lo que tengo 就是为我所拥有的一切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 satisfecho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给换写信的这个人啊 他也应该是个男孩子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用了一个satisfecho 当然是男孩子了 前面他已经说了 跟marda 没结婚这件事了 对吧 很好 那所以呢 说到这里呢 他这个文章就写完了 最后他还来了一句告别语 叫做un abrazo un abrazo 那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是一个拥抱 这是我们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啊 非常常见的一个用法 un abrazo 一个拥抱 最后数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主人公叫做hulian hulian 大家都见到了吗 这是一封给朋友去的信件 大家是否都理解了呢 那接下来就跟着小艾老师 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 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吧 那在这一个文章当中呢 我们已经见到了 给朋友写信的时候的 一个抬头的表达 他现在呢 用到了一个形容词 叫estimado estimada 那小艾老师呢 在这里要额外补充一个给大家 叫做guerido guerida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亲爱的某某某啊 那这是给我们朋友写信的时候 更为常用的一个 比如说大家如果想给安大写一封信 你们就可以写guerida anita 如果是给luis一个男孩子 那就是guerido luis guerido luis 最后呢 还有一点小艾老师要补充一下 就是在结尾的时候 他现在呢 是说一个拥抱 那除了拥抱之外呢 我们朋友之间还可以写un beso这样子的表达 un beso也就是一个吻的意思 当然了也有人会用beso的附属形式就直接写besos besos 这个都是没有差别的 都可以直接使用哦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留意一下刚刚文章当中所出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句式啊 那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见到了一个seguir加副动词的句式 解释为继续做某事啊 继续做某事 然后呢 我们见到了一个sin加动词原型的句式 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sin加动词原型 然后呢 dodavia dodavia 然后连接动词 人就在做某事 人就在做某事 然后呢 dejarte加动词原型 停止做某事 还有borverse borverse 然后加上一个情况 就变成什么什么 可以加一个形容字 对不对 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 记得吧 什么我变得严肃啦 然后变得有责任啦 记不记得这个单词啊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叫yano 我已经不怎么怎么样了 yano 我已经不怎么怎么样了 这是我们刚刚这一封信件当中 给我们接取的一些知识点 相信大家应该都理解了吧 我们赶紧去实践一下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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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刻的文化赏息环节 小艾老师课堂大调查就要开始了 都说16岁是花季 那请问在听课的你们 16岁的时候又都在忙些什么呢 是赶着7点以前赶紧坐进教室早自习 还是因为前一晚游戏玩疯了而睡过了头呢 是在摇晃的公车上偷偷瞄着隔壁班的那个男生 还是想着如何在下课后对着那个他 说出你练习已久的开场白呢 赶紧跟着小艾老师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文化赏息吧 那么久以来你是否已经厌倦了英剧日剧美剧韩剧 又或是偶像剧呢 怎么样都好 今天啊小艾老师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西班牙的苏巴达的高中 来跟他们一起领略一下如斗牛般热情奔放 又如地中海洋光般火辣的西班牙电视剧 绝对会给你别样的体会哦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视剧的名称呢 叫做Physica o Gimiga 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Physica解释为物理 而我们的Gimiga呢解释为化学 不会吧 这难道是教我理科的一部电视剧 这是教育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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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了 这是一部在西班牙生活好评的青春肥皂剧 那他讲述的呢 是一群在苏巴达高中的学生啊 他们的一串爆笑不断的青春校园剧 这部电视剧呢 借由了一群麻烦事多到数不清的少男少女啊 就如片名所说 我们可以叫它物理或者化学反应 在一个封闭的学校 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社会当中啊 所发生的一连串笑点不断的青春偶像剧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西班牙的这一些少年偶像 是否又符合你的审美品味呢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呢 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啊 更是涉及了很多现代社会的各种青少年问题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大家可以边看边品头论足咯 当然啦 最重要的是听一听西班牙语 让自己能够投入这个环境当中 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好啦 废话不多说 大家可以赶紧回家看起来咯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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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